今天我们的记者就走访了市工商和消协的相关部门 我们来看看消费者的投诉 据阿里巴巴公司发布的数据 在双十一网购中 我省的交易额排名全国第三 而南京市在全国各市的交易额排名中名列第十 那么消费者们对自己买到的东西还满意吗 据南京市工商局的相关统计数据 截至昨天 双十一期间南京市工收到网购投诉258件 与去年同期收到的投诉量相比上升了1.4倍 但是由于今年网购的总盘子也大了不少 因此从投诉率上来看 比去年同期还是有所下降 由于目前很多商家货物还没有寄到消费者手上 相关的投诉统计还要再过几个星期才能有一个完整结果 目前的投诉主要集中在双十一部分商品价格不降反涨上 南京市民周先生在天猫一家名为森虎服饰的专营店 买了四件保暖内衣 使用优惠券后总价共计216元 每件衣服合54元 而双十一过后 周先生惊讶的发现 这款保暖内衣的价格变成了每件46元 周先生目前也正在与消协以及淘宝客服联系 要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赃素城市频道为您报道